這個還蠻好看的 蠻小的 好啦 我們趕快來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TAKO 那我們今天要改裝的呢 就是前面這台白色的AI-1 我們的車主 特斯拉小開 可以講了個話嗎 哦 來 你可以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要幫他改什麼嗎 我們嗎 今天要裝 墨板 嘿 然後跟 這個段子鏡 對就這樣嗎 對就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就我們就開始 直接開始好不好 你來裝嗎 我來裝 我來裝 要怎麼拆 我來裝 好好好要怎麼拆 好我來啦我來啦好不好 好那 因為洪家騰他這台 我是覺得做的比 Gogoro好看太多了 那 這個原廠後照鏡覺得太大了 所以想要把他裝在旁邊的關子這邊 那 我們的第一步 就是要拆把手 那拆把手呢 就是 把手他比較硬 沒辦法硬拆 所以 就往裡面灌氣 這樣慢慢把他抽出來 好 我們就開始 他有出來嗎 好像 好像有啊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吧 後來我才發現 從這個邊邊灌氣進去 一點用都沒有 這個把手是被我硬拉出來的 所以大家在改裝 之前呢 還是要先做好功課 那拉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 把跟把手的那個 間隙 灌氣進去 這樣就會 很順利的就可以抽出來了 有了 有沒有有沒有 洪家騰他媽原來 有了有了有了 輕輕輕鬆鬆 好 不錯不錯不錯 比之前自己改裝都順利太多 洪家騰他媽原來 那接著我們是要拆右邊油門的把手 但拆了很久發現 一直都拆不下來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直接用破壞的 拿美工刀直接割開 反正舊的也沒有用了 那拆下來之後呢發現 AI1他右邊的油門內管 他是有一顆一顆顆粒的 當好卡住那個把手 難怪那麼難拆 那看一下 基本上你AI1要裝端子鏡和換握把 這個油門內管是一定要換的 因為他旁邊也擋住了 就是插端子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想說 先裝好左邊的 然後右邊再去請車行出力 然後 因為這裡有那個 這個叫做什麼 反正他就是有個保護 所以這可能要請車行破壞 但是我們決定先裝 左邊的端子鏡 然後要準備這個 14 14mm的板手 然後 這樣 這樣 等一下 其實不用買了兩隻耶 我們剛剛買兩隻 兩隻是 上下要拆開來才買兩隻 多買一隻板手 那 那隻就 就留著吧 都一直 送給觀眾 在下面留言 抽獎 然後 我們選擇是 這個 我們看一下 然後他有這樣可以活動 然後這樣也可以活動 這裡 然後我是喜歡 往下吧 覺得 往上好像比較好 你要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好了 往上 往上 這個鎖好以後 這裡有一個 裡面有黃盪螺絲 一直轉這顆就好了 那鎖上去就好了 鎖上去就好了 很簡單啊 算了 這之後再回憶 沒人拉手機 好快好快喔 這樣就好耶 你看 這樣還有油門 你要這樣嗎 這樣 還是這樣 剛 這樣 這樣 你要這樣 這樣比較好 好可愛喔這個 不錯 好看嗎 還不錯啊 這樣好看啊 一邊大一邊小 這樣 不太適合 這個還蠻好看的 蠻小的 好 好 趕快去車行 走吧 走吧 好 那看到畫面就知道了 我不用去車行了 洗車場老闆 不知道哪裡來的 鑽頭毀滅者 我們直接在那邊開模 好不好 那只能說這個洗車場 真的是 蠻巧的 你想不到的東西 他都有了 你想不到的東西 應該也買的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來找老闆玩 地址我會放在 下方的資訊欄 那在磨的過程中 記得雙手要握緊 要穩 然後一定要戴個護目鏡 或安全帽之類的 保護好眼睛 有要DIY的千萬要注意 那我們主要就是把旁邊的孔磨開 可以讓他塞下端子 還有把握把上面的顆粒都磨平 真的是 非常的麻煩啊 但我建議大家 直接換個內管會比較快 因為這個真的是太費工了 如果你今天很有時間 有工具有場地 很閒的話 那你可以磨磨看 沒有的話 上完買個一百多塊的內管 直接換掉會快非常多 而且也不會被白白的東西噴的到處都是 是不是 磨完了變成非常光滑 好先吹一下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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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提醒一下大家 今天你不管是裝端子 端子鏡 或者是護工 油門這邊 要在膨脹螺絲跟端子中間 一定要夾上墊片 不然你可能會停不下來 對 不能讓你的端子貼著握把 那這個墊片在五金行都買得到 拿著端子去比一下大小 買個三次片墊著就OK了 保障一下自己的生命安全 好那裝到這樣就差不多完成了 握把夾端子鏡 那我就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裝上去的效果如何 好不好 好那改完操作就是長這個樣子啊 前面也有看到外觀非常乾淨又俐落 來到第一人撐我覺得也非常好 整個把很平沒有凸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非常舒服 那視野方面呢 我覺得端子鏡的視野不會比原廠來的差喔 反正在邊邊可以看到更多東西 但是要調到一個好的位置 需要一點耐心就是了 因為每個人身高不一樣嘛 所以要花點心思去調啦 那這次的改裝金額握把是一千塊 那蹲子鏡是五百五 但是一個便宜又好看的改裝啊 那大家如果還想要看AI1在改什麼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 因為車主他還要繼續改喔 如果有看到有不錯的建議的話 我就會推薦他去改 然後一樣會拍攝影片分享給大家 好那這次改裝車會到這邊啦 那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話 歡迎到下方的資訊欄 有我的蝦皮賣場 裡面有賣一些我的貼紙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到這邊 到這邊 我們聊天 到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